中共5月21號宣布 人大會議將審議《港版國安法》 消息引發各界強烈反應 國際社會除了擔心香港人的自由受影響外 還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否能保持 22號 香港股市應聲大跌 橫征指數單日下跌1349點 跌破了23000點的心理關口 金融界人士表示 香港一國兩制已經終結 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失去信心 外資和人才正在加速撤離 預計香港的中產階級也會套現變賣資產 當地地產市場也不樂觀 據路透社報導 一名歐洲私人銀行的資深從業人士表示 去年港府強推《送中條例》 很多客戶把撤資作為B計畫 但並未直接將資產移出香港 現在他已經接到了客戶啟動撤資計畫的查詢 香港評論人士也表示 港版國安法等同宣告一國一制 尤其中共國安要在香港設立機構 將令香港人覺得此地不可留 新一輪的移民潮也將迅速出現